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地面上买是玻璃碎片 值班同人募集 卡车冲破玻璃门 直接撞进手内 撞烂值班台 我在办公室跟民众调解纠纷 就听到碰一声 案发当下 小货车的行车记录器曝光 小货车以超快速度 直接冲撞派出所 当时值班台旁有两名远警 一男一女直接被撞上去 女警受到皮肉伤 但男警却没有生命迹象 送衣抢救之后 仍然回天乏术 对 直接进来 那你们那时候在做什么 就是你们在了解她的 我在用业务 你在用业务 决定应该是 在用她的 也是她的业务 之前有发生什么样的 就生吵吗 还是她来承起什么之类的 不晓得 所以我们到的时候 她已经在旁边 然后那个人就被抬出来 赶快送衣了 但离奇的是 开车撞派出所的男子 第一时间竟然丢下车子 往火车站方向逃逸 闯入铁轨 被迎面而来的火车撞上 消防局接获报案 抵达现场 男子已经明显死亡 有人啊 遭受那个火车撞击 那我们抵达现场之后 经过搜索 发现有一名男性民众 年纪大约50岁 那已经倒过车旁 没有受困的状况 那经过现场 那个接获人员出品 那是呈现那个死亡的状态 欧卡的状态 年仅24岁的苏姓男远警 伤势严重 送医急救之后无效 料姓女警 现年24岁 左腿幼儿头插伤 苏姓远警家属 从新北赶到医院 金融市长谢国良 第一时间也赶到医院 包括警察局长 翁群能 警政署长黄明昭 分别前往急诊室 慰问家属 对于远警 发生不幸的意外 表达遗憾和悲痛 他才24岁 所以是觉得非常的惋惜 我们会全力的来协助他的家属 现在他的叔叔 爸爸妈妈 还有他的妹妹 现在都还在 那我们就是尽我们 可能的来协助他 那他这个 是因公来殉职 所以我想我们警局也好 警政署也好 我们都会来全力协助 后续的一个事宜 那因为还有很多的需要查访 跟这个证实的状况 那没有证实之前 我们也不宜啊 往下断论 所以这个请各位稍微 见谅给我们一点时间 是不是跟罚单有关 还是说什么原因 目前我们都不能够去 去特别的去做论断 这个请抱歉 我们还带 真的还带理清 让我们有点时间 随后署长黄明昭 也前往案发现场 八堵派出所了解事发经过 我想我们同会这样执行 就这样子被 这个最无可赦的这些歹徒 就这样开车来冲撞 导致我们严谨的死亡案件 感到非常不舍不及 非常心痛 警方调查 冲撞拍索得过车 是失去的车辆 车主表示 车辆是在奥底被人抢走 目前嫌犯冲撞拍索动机 都还有待调查厘清 记者黄绍明金融报导 幻以忘去 整条田辽河都布满白色泡沫 还以为河面上 铺上了一层白雪 白色泡沫从排水管流出 29号中午 基隆田辽河上布满白色泡泡 环保局长亲自带队 前往现场 抽取水池化验 无限的泡泡找寻源头 发现旁边一家银行 清理地下室 消防蓄水池 清洗完的废水 竟然就直接排出 从这边 然后因为他们清洗那个消防酸 消防酸清洁之后 他们直接把清洁的飞水直接排上去 让你们来抽的嘛 对不对 让他们主管知不知道了 你们有通知这件事情吗 还没有 他们是先给你们出来看什么动作 你们那边现在就停工 不能再抽了 对了 不能再抽了 环保局要求验者立即停工 由于田辽河终点 游向冗党 议员要求生服 要调查理清 我们田辽河上面 有浮现大量不明泡沫 那大家看得非常恐慌 而且有一些味道 那特别呢 我赶紧通报我们 基隆市环保局这边的相关人员 希望他们能够尽快来了解 到底是什么原因发生的 那 呃 今天来到现场看了 确实 河面上面真的弥漫了非常非常多的泡沫 在这里呢 也希望 呃 请基隆市政府是不是能够尽快跟我们这个海洋管理相关的单位 能够借这个海上的拦污所 能够尽快的将这些泡沫拦阻 避免它流到我们的海洋 因为我们都知道田辽河是通 通往我们这个基隆海港内港的河流 所以呢 呃 希望这些泡沫不要进一步 变成污染海洋 那我们同仁也在第一时间到达现场 那我们初步判断呢 是这旁边的银行 因为他在清洗他地下室的消防蓄水池 所造成的泡沫 那他们没有经过适当的处理 就直接排到水沟 直接就进入到田辽河当中 那环保局我们目前会先针对水池的部分做采样 先确认有没有污染的疑虑 同时呢 我们也会对这个相关的业者进行采罚 金融市长谢国良第一时间脸书发文 要求环保局彻底调查 抽样水池持续的监测水池状况 避免造成海洋恶毒污染 记者 黄少铭 金融报道 画面上是议长同志委办理会刊 邀请市府交通处 交通队与当地的里长 在靠近仁爱市场的爱三路与人士路口 进行观察与讨论 将启动行人专用石像 让行人绿灯亮的时候 车流会暂停下来 全面让行人通行 我想这沿线都是爱三路 那爱三路在我们基隆市来说 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指标商圈 邻近有金融庙口 然后仁爱市场 然后在过去也有我们一些 相关的一些商店街 那我想 呃 庙口那一段 跟南隆路这一段呢 都已经改成行人专用的石像 那在过去这几年的这个 事办成效也非常的良好 那我们在今年过年期间 有接获非常多的民众表示说 前后两段都已经改成行人专用石像 那我们在爱三人市这段 也就是仁爱市场这一侧呢 还是没有这样子相关的保障行人安全 那我想我们这一路从政以来 我们一直非常重视人本交通 还有行人的安全 以及我们人行道的设置 所以我们在这段 我们经过跟交通处 还有交通队的专业评估 还包含车流量的一些调整 我想我们这一段改成这个 行人专用石像 也就是 只要是人行绿灯 不管你哪一项都可以走 那这样也可以加速采买的流程 也可以减少我们这些事故的发生可能 我想这样子对民众的安全 是一个比较相对有保障的 也要考虑到车辆的安全 行人的安全 如果他们专业的交通队的 交通警察他们专业的 他们设置可以的话 那我们来按照他们的办理来实施来做 这个行人优先前嘛 这也是最安全的 对百姓比较有安全的照顾 爱山人士路口这个地方因为临近 人籁市场以及庙口夜市周边 所以这个人车的流量都相当的大 那以往这个车辆行进路口 因为行人跟行人交织的问题 造成这个车流回堵 所以我们这边会搭配这个交通署的部分 来研议跟这个爱山路人物路口 以及爱山人山路口 这个行人专用的实相的部分 来做一个调整 那希望可以来增加车子的行的顺畅 以及行人通行的安全 那个交通队还有里长 以及议长他们所提的部分 那交通署原则上可以全力来配合 那针对这个路口的部分 那因为我们可能也会增加 他的一个行川线致命性的部分 那也可能会考虑 就是说来发射绿体行川线 增加一个行人行手上的一个辨识度 那整体的一个改善作业 我们预计是在清明廉价前 可以全部完成 据了解交通部长王国才 已经要求全台各县市 推行人专用实相与行人早开实相等改善措施 希望能够真正落实人本交通 让台湾摆脱行人地域的恶名 记者黄日生 陈淑平 基隆报导 当行人绿灯亮起 爱三路以及人三路往中一路方向的车辆 全部都得停下来 里让给这个路口四个方向的行人通行 可以走十字行对角线 也可以直线过马路 这也是基隆市政府在爱三路人三路口 也就是庙口外面实施多年的行人专用实相 由于效果相当好 基隆市议会议长同资委 相当称赞也认为 庙口周边包括爱三路及人四路口 以及人一路和爱四路口 都可以请市政府交通处评估 划设行人专用实相 让人流和车流都可以安全分流 我们基隆市有非常几个重要的指标路口 所以在这段行人专用实相相对保障我们所有行人的安全 我们希望仁爱市场那段也可以成功来争取 那我想 庙口周边包含爱四路还有一个夜市 那边也是人流最多的一个地方之一 那一个十字路口 我们现在爱三转人一 然后沿路直过去到经过爱四那个十字路口 我想也请交通处跟交通队做相关的评估规划 那我想知道交通处说 他们一定会做一些车流量的规划 那我们也要不能做太 我们在调整秒数 或是调整相关的一些耗制的时候 都必须考量我们的交通状况 当然行人第一优先 我们也必须控制基隆市中心的车流量 我想一个进步的城市当然不可能不塞车 热闹的城市也不可能不塞车 但是要有适当的规划 规划人流车流 我想是一个政府应该努力的工作 那我们也会持续的关心我们市中心的交通 还有行人的安全 并且人行道的设置我们会持续的争取 议长同志伟进一步表示 适度划设行人专用时向 分离行人和车辆通行的时间 可以让行人安全安心过马路 也可以减少因为里让行人过马路时 可能导致车流研制塞车的状况发生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针对林又昌部长质疑 日前警方夜闯东岸商场 是否为市长谢国良下令 市府发言于志明 特别提出三点回应说明 2月1号点交东岸商场的过程与做法 也强调市长谢国良参与交通处会议 是为了详细了解点交过程的事法性 及需要警方协助的内容 那首先呢就是呢 市府呢与大日的OT契约终止 那大日呢跟NET的这个租约也会随之而终止 而依照我们OT契约的第12条 市府呢是可以进行取回资产的 那再来第二点哦 市府呢在点交的作业呢 是在1月31号当天的下午 其实就已经开始了 先完成了地下停车场 那在2月1号的凌晨 接续完成地上商场的公共设施的部分 那另外呢 在当天开锁的几处都是机房 中控室还有消防设备等公共空间 并没有进入到商家的店面 因为市府取得的是营运权 才能够呢依照新约 把营运权交还给新的厂商 那另外呢我想跟大家说明一件事情 东森的小巨蛋案 其实北市府也有过类似的 强制接管的案例 就是在点交的过程当中 交通处呢是负责张贴公告 然后呢开门 然后录影等等 并没有动到Net所有的这个动产 而且呢完全没有进入到私人的店面 那我们再重复一次 是完全没有进入到私人的店面 而警察局呢也是基于行政协助的立场 有派专员在现场来维持秩序 这是为了避免民众呢在现场发生资劳 以顺利的能够完成公务 而在点交当晚 市长呢参与交通处的会议呢 也是为了了解这过程中的事法性 以及呢需要警方协助的这个内容 而并非是外界所指控是市长下令一事 这是完全是不实的内容 那呢另外我想跟大家再补充 如果依照OT的这个时间到期 我们都不能进入到公共区域的话 那其实这个产权很有可能就会变成Net的 如果无法取得公共设施 就无法把营运权取回来 进而会影响到这整个公共安全 记者黄日生陈淑平基隆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也因此造就了今日历史悠久 信众众多 香火鼎盛的死云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在基隆市议会副议长杨秀玉牵线下 基隆市和乐狮子会特地捐赠12个伞架 以及144只的雨伞给第三分局使用 也获得三分局由衷的感谢 因为在吃七度人 然后又是爸爸本身又是在民房的第三中队 中队长做二十几年 那现在我就秉着服务的精神要回馈社区 所以说我想说警察是我们最大的一个人民保姆 很辛苦 所以我觉得我想很多民众来恰功 怕他们没有雨伞可以用 所以给他们一把爱心伞可以遮风避雨 那因为我们去年我们的前任会长 他有一个想法就做这个伞架 那我觉得这个伞架真的很好 因为可以让雨伞有一个放置的地方 然后就也不会因为下雨滴水 然后造成地面湿滑 然后造成危险 市主会的宗旨就是造福社会嘛 服务群众嘛 那我们都知道这个谢市长也是我们这个 和乐市主会的哦 那我知道说和乐市主会是 和乐市主会是宜兰花莲 包括这个台东 也是这个就是 这个和乐市主会算是最大会的 所以我们大概人数有多少 快一百个哦 现在目前是92位 92位哦 那团结力量大 所以这个力量可想而知 那非常谢谢我们这个和乐市主会 他们的发心 因为基隆是一个多雨的城市 那这个伞架 就是让我们这个雨伞好摆放嘛 也不会这样湿湿答答的 那谢谢你们 也谢谢我们这个和乐市主会 所有的这些会员 我想这个大家做事默默的付出 那由我们这个会长来代表 感恩你们谢谢 我刚刚副会长有提到 多余的城市相当实用 尤其在我们民众来 我们派所洽工啊 或是说有事情 来地零我们这边来做一些地方上 自然交通做一些意见交换 那如果遇到下一个非常的实用 让民众有更多的一些安全的空间 一夜湾景 热散好事 和乐和乐和乐 散散散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基隆市政府在东岸新建基隆塔 让中正公园成了新的景点 而位于一正公园旁的国门广场 也将出现新的亮点 其實說杜鑑花、茶花、暈花我們這裡就有了 但是重點就是要把那個石頭的桌子多弄幾個 因為夏天傍晚的時候人很多都會來這裡賞月景 因為晚上風景真的很好又很涼快 夏天有夏天的花 春天春天的花 秋天有秋天的花 冬天有冬天的花 把它分開 四季都有花在欣賞 市議員韓世宇表示 國民廣場是民眾休閒散步的好地方 建議市政府要在公園塑造更有城市印象 而國民廣場常常有四屬六狗 卻沒有清理排泄物造成其他民眾困擾 狗狗養的人他帶上來的話 一定要處理好 不處理好人家露營把它撿幾的話要撞 中正公園曾經是基隆著名的八井之一 市政府打造新的亮點 會刊的都發出人員強調 市政府計劃在國民廣場上中下層 利用花卉來打造裝置遺宿 希望吸引更多的遊客前來 現在在中正公園國民廣場這邊 我們非常感謝我們市長 謝國王市長 特別針對於說我們這個市域的提案 針對於說我們可以看到這個廣場的部分 第一個就是做這個所謂的形象 以及我們基隆的亮點 這邊可以看到亮點已經慢慢的已經有一個雛形了 當然我們也希望說未來做很多的這個形象的裝飾藝術 然後每個季節可以去做一個更換 另外剛剛我們很多民眾有講到這邊的燈光太暗 夜間的燈光也要跟我們在這邊的美景做一個搭配 另外我也建議說這邊也擔心會有治安的視角 所以呢可能我們在這個地方應該也要去做一些監控設備的這個考量 我覺得這蠻重要的 那另外的話就是有關於說這個我們剛剛公園可以有講到說這個寵物公園的部分 我們是不建議說因為這邊很多市民朋友們都在這邊休憩 所以呢我們也希望說把這個亮點做出來 那當然也建議大家如果說你真的帶寵物來的話 那麻煩一下你的這個水地大小便的部分 那都要帶酒精然後把它擦拭好 那不要呢就是影響到其他人在休憩的這個空間 市會有以基隆為主的基隆燈塔 然後還有基隆周遭的島嶼 以營造用草花的方式來營造他們的那個各個特色 韓世玉認為國民廣場可以和台北市一樣舉辦花會節 帶來更多人氣活動結束之後 現場也可以留給民眾作為休閒賞花的環境 記者黃少民金融報導 挑戰鬧口令檢視自己的存職位置 讓發音更準確 東興國小學生參訪中甲寬品基隆 瞭解節目製作的流程 並坐上主播台介紹基隆美食 禮湖餅店 阿本燒麥 阿華炒麵 頂編醋 營養三明治 一種田真高餅店的大甲芋泥球 東興小主播們輪番上陣說的一口好菜 還有學生組隊挑戰錄製座台節目 從基隆好玩的景點到最後介受學校 廟口不僅是在基隆最出名的景點 也有許多從外地來了回到廟口逛一逛 學生們有備而來 體驗錄製過程順利 也有了第一次進棚的新體驗 今天非常的開心有這個機會 能夠來到中家吉隆 讓我們的小朋友有機會進到攝影棚 從體驗小主播那種播報的感覺 讓他們能夠很有自信的展現自己的幽默 風趣跟口條 那在媒體試圖方面能夠有更深一層的認識跟了解 相信對於未來他們的人生的發展 跟學業的進步一定都會很有幫助 從認識攝影棚到自信表達 學生在鏡頭前克服緊張 侃侃而談 我覺得我在這邊最大的收穫 就是我學到了很多可以讓自己發音變得標準的事情 並且呢我一開始原本很緊張 但是經過上過課 我就比較不會那麼緊張了 一開始口齒不清 現在變成口齒欣欣 也感謝這邊的戴姐姐跟戴哥哥 這次讓我體驗到坐在主播台上面是什麼感覺 是一種非常新奇的體驗 謝謝集中電視給我們這個機會 讓我們東信國小6048 很有榮耀的站在這個舞台上面 來這邊讓孩子們學到了許多的 是如何現場錄影以及主播 把握錄製節目的機會 孩子們增加媒體素養的能力 對媒體工作有更深入的認識 或許將來會成為優秀的媒體工作者 公家血遠在 記者崔曉君 基隆報導 捐血車上 民眾玩起衣袖捐出熱血 捐血車外 民眾一舉等待 難得天氣好 民眾踴躍捐血 我覺得捐血是一個很有意義的一個活動 那因為本身我長期也都有在捐血 所以說今天也來響應捐血 非常的支持 我也希望這個活動能延續下去這樣 捐血 救人一命 對 而且現在 而且血荒 時常在缺血荒 所以我也呼籲說大家一起來捐血 因為你血有在替換嘛 對不對 我差不多十一年前開始捐 現在差不多一年前捐到三次 捐血一半 救人一命 金融市工商經營研究社 每年在228當天都會舉辦捐血活動 除了社員熱情響應 民眾路過也玩起衣袖加入捐血 我今天是經過看到 尊了身體舒服點 也可以幫助人 今天這個活動在基隆已經做了十幾年了 我們希望說把這個愛心做給那個需要的人 早上其實早上天氣滿冷的人是比較少 但是現在越來人潮越來越多了 我們希望說能衝破往年的紀錄 原本我們只是辦這樣的一個活動 沒想到呢 受到所有市民這麼樣的歡迎 所以我們每一年呢 就辦得越來越起勁 所有的會員呢 通通加入在這個行列裡面 來帶動大家一起來捐血 金融IMC啊 他長久以來就有228捐血的日子 實際上呢這個是一個非常好 不僅是這樣 有很多的金融市民也跟著 剛才我就碰到一個鄉親 他跟我講說 我去年跟前年都有來喔 去年我有跟你照相喔 我說那你明年要來啊 他說一定來的 因為228捐血日已經成為了 他每一年固定要來的日子 所以我覺得這是一個很棒的活動 我也相信金融IMC 會持續做這樣的活動 然後讓大家一起來 去捐血一帶救了一命 主辦單位準備豐富的贈品 送給捐血民眾 天氣寒冷 全國鬧雪荒 社團發起捐血 呼籲更多的人 捐血一帶救人一命 金融IMC 捐血一帶救人一命 記者黃紹明金融報導 金融IMC 以上就今天的中家新聞 非常感謝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鈞 祝您一切平安 我們再會 我們會不會再次 出發 心思想 為您可以 心思想 我們會不會再次 心思想 家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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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些小动作必须省下不少电费 老只电炮换LED 省电 省钱 又一亮 哎哟 真厉害啊 当科学家 文学家 还是艺术家 都不如有一个自己的家 住进社会住宅 人生不宅 你以为今天明天的日子照样 其实你们正在为彼此互相照亮 住进社会住宅 人生不宅 过去无论你有局没局 在社会住宅里 人气网络都能再开心去 住进社会住宅 人生不宅 大家好 我是内政部长林又昌 中产以下房贷族支持专案 从6月1号开始开放线上申请 手续简便 免付证明文件 只要输入借款人的基本资料 就能够完成申请 通过申请者 单万元的支持金直接入账 符合资格的你 记得赶快来申请哦 有任何问题 欢迎拨打咨询专线 02-2162-1239 设前侵权金额超过台币10亿元 看到一则则的新闻 这些制造输入或销售侵权机上合的业者 都会遭到最众可除两年以下 徒刑合50万元罚金 影视产业是文化输出的软实力 可带动旅游观光等行业发展 盗版业者行为 会让正版业者收益减损 进而减少产出拥值节目的能量与资源 直接受到伤害的是文创工作者及消费者 所以请大家检查一下 自己使用的机上合是否合法 就算是合法